首先,布禁电机的分类、结构、原理 今天介绍布禁电机的运行原理结构和种类等 并且介绍这些布禁电机的特点和优缺点 2.1定子相处的分类、结构、原理 当布禁电机切换一个次定子绕组的基磁电流时 转子就旋转一个固定角度及布聚角 布聚角一旦由切换的相电流产生的旋转力矩得到 所以需要每项极数式偶数 布禁电机通常都为两箱以上的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只有一个线圈 抵单向布禁电机 虽说单向,实为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方向交互反转 而驱动转子转动 使用的布禁电机的箱数有单向、两箱、三箱、四箱、五箱 现在使用的布禁电机大部分用永磁转子 普遍使用永久磁铁的原因是效率高 分辨率高等优点 以下以介绍永磁转子为主 一,决定布巨角的因素 布禁电机分辨率一圈的布数 360度除以布巨角 越高,位置精度越高 为了得到高分辨率 设计的极数要多 PM型转子为N与S 即在转子的铁芯外表面上 交互等结局放置 转子极数为N级与S极数之和 为简化讲解 假设极对数为1 此数确定转子为永久磁铁的布禁电机 低布巨角零 由是2.1表示 其中N为转子极对数 P为定子相数 本章后面叙述的HP型布禁电机N 为转子直数 O equals one at OPM 2.1 是,2.1的物理意义如下 转子旋转一周的机械角度为360度 如用极数2N 去除 相当于一个极所占的机械角度 即180度N 这就是说 一个极的机械角度 用定子相数去 分割就得到不聚角 此概念如图2.1所示 由是2.1可知 布巨角越小 分辨率越高 因此要提高布禁电机的分辨率 就要增加转子及对数N 或采用定子相数P教 多的多项式方法 而第二张布禁电机的分类 结构 原理 N的增加受到机械加工的限制 所以要制造高分辨率的布禁电机需要 两种方法利用才行 单向布禁电机 单向布禁电机 是在依一个线圈骨架 上缠绕环形线圈 给它通以正负为变的电流 每切换一次电流 就按固定方向走一步 由于转子磁路所通缉的 必导磁阳的倒数 表示磁通流过的容易程度 变大为其转动方向 故单向布禁电机 只能按一个方向运动 为使转动方向确定 磁导采取了明动措施 例如使定子杆极宽于转子 定子与转子之间的工作气息不均匀 转动方向未必四小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